这个就是杨贵妃的那个女儿 杨贵妃这个墓 四川经现杨贵妃女儿墓 专家推开墓室后 只见两枚石棺静静地凑在那里 一旁的石像表情威严 让人不寒而栗 随着各种传说一一得到验证 现场的研究人员再也忍不住了 只乎我们都被唐玄宗给骗了 那么问题来了 当年马维一究竟发生了什么 关中的女子和杨贵妃 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关系 2005年 坐落于四川广源大山中的荣乐村 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领头的是市里的文博人员 原来他们这次奉命 考察山里的一座庙宇金蝉寺 此时正值木春时节 碧绿的山林一望无际 在群山的环抱中 荣乐村仿佛陶原名笔下的世外桃源 而金蝉寺就出力在半山腰上 据村民介绍 他始建于明朝古色古香的造型 引得专家们嘖嘖称奇 就在众人打算离开时 村长拦住了考古队 表情神秘道 我们这后山还有东西 要不要去瞧瞧 什么东西 哪个年代的 那不清楚 但听老伯说 里面埋着杨贵妃的女儿 下一秒 考察团愣住了 众所周知 杨贵妃那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女子 古人的笔下压根就没提过她有女儿啊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专家来到了后山 这一瞧不要紧 只见崖壁上豁然露出两个大洞来 那造型像极了传说中的崖藏 经过初步勘探 两洞之间距离约70厘米 在同一水平高度上 很显然是典型的夫妻合葬墓 外侧的石壁上还雕刻有花鸟等图案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洞穴的上方还发现了排水渠等设计 应该是牧主人用来躲避山洪的 望着专家们兴奋的目光 村民们又添了一把火 据老伯说 原来早年间 这崖壁上是有亭海楼阁的 绿色的琉璃 红色的柱子 一下雨 煞是好看 只可惜百年的天灾人祸 沦为如今这般模样 听闻此言 考察队再也按捺不住了 当即拿出绳索攀了上去 其料下一秒 就被洞里的景象给震住了 四川惊献杨贵妃女儿墓 专家进入牧室后 只见两枚石棺静静地处在那里 一旁的石像表情威严 让人不寒而立 进入洞穴后 不远处赫然躺着一具石棺 角落里摆放着武将造型的石像 怒目原称 威武霸气 在底座还刻着牡丹纹 通体黑悠悠的 小心翼翼地推开棺果 里面早已空空如也 甚至连残骸都不一而飞了 据村民回忆 上世纪六十年代 曾有一伙人闯入洞内 砸掉了盖板上放着的石雕梁花 又当着众人的面 把棺内的彩色灯盏 金玉等陪葬品 全都给拉走了 然后残存的骨架 也下落不明了 这可如何是好 没有物证 怎么证明牧主人的身份 煞时间 考古队的心头 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秉着干一行 爱一行的精神 他们还是耐着性子 在洞里四处摸索 终于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内侧的墙壁上 发现了一些人形浮雕 其精美程度 丝毫不亚于 唐太宗的 昭陵六镜 连衣服上的褶皱都刻画的逼真传神 而且有趣的是 通过对比两个洞内的壁画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女主人这边的 要更高级 华丽一些 难不成 村民们说的是真的 观测里躺着的 真的是杨贵妃的女儿 就在大伙拿不定主意时 崖壁那边传来了惊喜 在一处茂盛的古树背后 发现了一大段石刻 上面的字密密麻麻 足有几百个 隐约可见 杨贵妃 天宝等字样 彼时的众人 做梦都没想到 一段尘封了千年的秘密 就要重见天日了 四川经见杨贵妃女儿墓 专家推开墓室后 只见两枚石棺 静静地出在那里 一旁的石像表情威严 让人不寒而栗 当晚 崖壁上的石刻 被送往了古文字研究中心 经过修补还原 依稀能看出这样一段话 明思聪 自君听 天宝已有降生 取杨氏为氏 杨氏者乃贵妃之后裔也 显然 这是墓主人的墓志明 从中可以了解 男的名叫思聪 生于唐天宝年间 至于文中提到的贵妃后裔 应该就是杨贵妃的女儿 在剩下的篇章里 还记载了一件 极具传奇性的故事 当年两人大红后 贵妃曾与唐玄宗派人 邀请思聪夫妇 前往长安生活 共享荣华富贵 起掉女儿婉拒的母亲的好意 原来她早已爱上了大山里的日子 日更而坐 日落而息 活得踏实 因为担心女儿会在民间吃苦 玄宗下旨 赐予夫妻二人万两黄金 从此衣食无忧 乐享余生 随着荣乐村贵妃女儿 目的不禁而走 一件尘封的多年的往事 又被提了出来 原来早在多年前 史学界便一直怀疑 马维义贵妃死的真相 据新唐书描述 安始之乱被评判后 因为思念之深 唐玄宗李隆基 从派人去捡回贵妃的遗骨 不料 棺材打开后 却不见人影 只有一枚香囊 静静地躺在那里 结合大山深处的 这座贵妃女儿目 一些学者揣测 当年马维义兵变后 唐玄宗本打算弃足宝居 撕死杨玉桓她 起料准备下手时 才得知爱妃已有身孕 俗话说 虎毒还不识子呢 关键时刻 手下送上了瞒天过海之计 那夜经过乔装改办 杨贵妃化身公额 小心翼翼地逃出生天 再后来流落荣乐村 诞下了这名女婴 因为此事须严格保密 所以正史上未有记载 这也解释了 为何多年后 女儿流落民间 不愿回到宫内享福 当然了 由于风雨侵蚀 年代久远 崖壁上的时刻大度已缺失 关于牧主人的真实身份 还有待考究 毕竟当年的马维义 被叛军重重包围 一个弱女子 怎么可能在军事们的 眼皮子底下讨生 更别提后来的诞下女婴了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